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严重之教的 难度时期的 重要的一个大作家 除了李清昭之外 他跟张小强齐名 往往成为二长 张勇敢 张小强 张小强呢 下面讲到李清昭之后 我们会讲到张小强的词 也是很了不起的 傅权啊 是因为出路秦桧上述给皇帝 他当时担任许明镜的管子 结果上述皇帝秦赞几个建成的头 其中包括秦桧 所以被秦桧打击报复 其实是把他扁到福基 后来呢 又改扁到兴州 最后又扁到海南岛 在海南岛跟赞鼎 离港 一几个五个人 都曾经是被扁到海南岛的忠政之士 后来人把他们列为吴共词 是唐代的李德宇 还有向福泉 离港 赵鼎等一些人 这是吴共词的景象 这是吴共词的外景 这是张勇敢的 网上介绍张勇敢的时候的一幅照片 这是张勇敢在附近云台县 宋口针的金银馆 下面我们来听朗读这首词 贺新郎 宋胡邦恒代志 张勇敢 梦绕神州路 唱秋风连迎画角 故宫离暑 抵士昆仑 抵士昆仑清抵住 九地黄流乱住 举万落千村糊涂 天意从来高难问 抵士昆仑清抵士昆仑 旷人情老义悲难肃 更难谱送君去 梁生暗柳摧残暑 抵士昆仑 梁生暑 梁生暑 断云微渡 万里江山之何处 回首对床夜雨 咽不倒 淑成水雨 沐进青天怀金骨 啃儿草恩怨香而辱 举大白心惊旅 这首词啊 早于宋高中扫兴十二年 公元一月十二年 当时池民园辟修馆福泉 遭青葵等人的迫害 西式辟到福州 后来呢 有区民也送新州宾馆 就是宾到更远的地方去 掌援安不顾个人的安慰 写了这首词送给福泉 并为之禁闭 这一点非常了不得 也是连宋池坛上 值得大写一笔的一件事情 当福泉这样的爱国人士 着手迫害的时候 别的人都彼此唯恐不见 张员干乔 不顾个人的安慰 来送给他 还写上这样一首 气壮善喉的爱国之作 来送给福泉 这种其人品 其器杰 其精神 都是令人口口口气的 下面我们来传讲这首词 梦绕神州路 苍秋风 梨银化轿 故宫离书 大家注意 这首后行郎的词 是演的自生云 后行郎的词呢 通常演自生云 也可以演入生云 演入生云的词呢 往往更被分演些 这首演自生云 梦绕神州路 开头诗句 于梦绕神州的境界 形象的概括 北方密王的历史史事 解释了时代的背景 在这里啊 神州更多的诗之 已经能忘的 北宋的那些徒弟 长秋风梨银化轿 故宫离书 由于金兵的破坏 故宫已经一片黄凉 故宫离书 是用诗经 王峰树离中的意思 大家还记得树离 我们先记得它的第一段 北树离离 北极之苗 心脉迷迷 中心遥遥 之后在 为我心有 不知我的偶在 为我何求 此后人在 表现得鼓鼓之死 极为成痛 即使昆仑 青帝局 九帝黄流 乱局 举办了 秦城 浮土 这里利用了 三个比喻 以昆仑山的天主倒塌 比喻不送王朝的密王 以皇后洪水泛滥 比喻精兵的藏皇经国 以浮土 载领 秦城 万乐 比喻中原 冷陷之后的荒阳 第四困难 青帝主 九帝黄流 乱局 举万乐 秦城 浮土 在这样一个国王家破 故宫离世 这种情景下 每一个 有一点 爱国性的城市 都会为国家 被告器械 来发出爱国的福祉 所以福传一个人 他实际上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和爱国的人士 朝廷就不是这样 这里赢 都府的某军 蒋灵 史当中 天语 高难问 人情 老一 被的 诗句 加以 一地内容 天语 从来 高难问 况 人情 老一 被 难受 听了 彻彻 明信的 悲痛 自己的想法 谁都爱国知识的想法 跟朝廷的政策 却有那么大的距离 一天 你从来 高难问 但是对朝廷的 投降卖国的政策 不满 北南书中的 被 不光是 人老一被之被 更有 白宋 灭亡的口被 还有 坐载的南宋政权 让清晦之流 迫害 主战知识的 被分 扶权的 不幸的遭遇 不是 狗人的遭遇 而是跟 国家民族的 不幸 联系在一起的 它不是像 现在我们 太平年代 你要也会 一个人 生一个中兵 或者 出一个什么 交通事故 造成狗人的 很大的不幸 但是这种不幸 仅仅是属于 狗人的 跟国家民族 并没有 密切的联系 而 扶权的命运 是跟国家民族的命运 仅仅相连的 正像 梁启草所说的 唯一色之被狗 下七年之虚论 因为它代表了 国家民族的命运 这里的败分 也不是仅仅是 掌援干 狗人的败分 也是国家民族的败分 这两句 写的狗是巧妙 既表达了 对朝廷内 政策的不满 更是为福权的遭遇 名不平 跟南谱 宋军去 这里南谱啊 常常是宋别之地 江言的别父当中 就由宋军南谱 上路之后 悲分之情 日进盛城 跟南谱 宋军去 此地换头地方 梁宋安流 小禅署 耿邪后 收信大约 断刃威度 败离江山之后去 从此开头几句 写出宋别的世界 是在抽球 禅署赏群 的时候 梁宋安流 刘子朴夫 已经经历地 给人送来一滴良意 可以把 参数的数日 送走 耿邪后 收信大约 断刃威度 也是写的 抽球的景象 这里谱写 宋别之业的情景 白云飘动 收信大约 因后卸卷 叶色精神 万里江山 自侯去 与 开头 手举向福音 回首 对床 业语 写 不明显 敬业的 长谈 画辩 而是从他日 回想起 今夜的 长谈来写 出这 有之 不仅反映出 他们之间的 深厚友谊 更表达了 对今夜 长谈的感慨 对床业语 我们可以看到 白居宇宇宙赏试一束 能来同书匪 听与对床面 我讲完这首词之后 我们清华的同学 有人给我发来邮件 他说 还有人更早的 比白居宇更早 写到对与 听与对床面 这样的意思 在这里 写出 跟福泉的情面 想到 但是 今夜一变 不止后日 再能相见 而在书信来往 也非常困难 心情沉痛 因为 过去 人们认为 大雁是口语全数的 但是 大雁南非 只能到衡阳为止 而他 背比的 这个广东的行走 在衡阳子南 你大雁也不到 也飞不到的地方 试尘随语 谁给我扫兴给你呢 母亲清天 怀劲骨 肯熬草恩怨 相熬路 举大波 听警律 母亲清天 怀劲骨 此人已然 以天下故事为重 而不是像小儿女那样 计较个人恩怨 用载往体下 而胸怀骨尽 而照恩怨 想奥鲁 这句话 却自于 韩语的听 吟诗弹琴 你以奥女语 恩怨 想奥鲁 此的结局 将全是 推向最高的 直戏酒杯 听上一群 警律 愚人不尽 同志们注意 后姓郎就有个译名 叫警律区 二十多年前 我主持比 警员明清词 建厂词典 就用一首后姓郎的词 来代语 我当时用的词牌名 就叫警律区 今后同学们感兴趣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这首词的结尾 写的 韩旭 北梁 全词 容情如景 慷慨北梁 奉歌成语 虚发了作哉 一色楼唠之气 表现了 赤人 杠子不握 仅持正义的斗争精神 这在整个中国词坛上 也是应该大赎一辈的 这种挺着要敢走人 敢于向邪恶势力 找搅拌 找斗争 让秦桧这些简称 一个党头绑后的 这样的词作 张员干啊 这种大写的人质 这种 磊落的七个 是这对我们 很好学习的 下面我们看 张员干写的 另一首后行郎 既礼不及丞相 就是写给离港的 一掌围楼去 斗垂天 苍不万情 又楼映聚 少见夫人 风不定 未放品轴 也都 虽一落 寒如胜去 苍望管河 孔调营 这年点 必须名头骨 谁伴偶 最重物 是你一梦 扬州路 以高寒 愁省故国 契腾教楼 要在流浪 散尺记 遗恨琵琶 旧雨 慢暗示 童话成土 换取地心 屏障看 口挑起 尚许 谁管佛 风浩荡 又飞足 这一手啊 是跟我们港财学的那一手 侯姓郎 齐明的 同样是 他激政的是 离港 离港也是被 在朝廷招手排挤 受到打击的 一个爱国的 江乡 这样的人物 张元干啊 在 投降派很得势 清晦党政 这样的 贺云压城 成有趣的 这种情景下 敢于 刹出这种 爱国的 强烈腹盛 敢于 激政这些 这个 遭受迫害的 爱国的人事的 这样的作品 也看得出 张元干的人品之高 这个 爱国性之策 所以我们 对张元干 应该高度的评价 请不吝点赞